以色列的噩梦要来了,形势非常凶险,昨天我在分析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这次巴以冲突看起来是哈马斯先挑起冲突,实际上大概率却是以色列的苦肉计,目的是以哈马斯的袭击为借口,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乃至更多周边国家的领土。 现在看起来以色列的计划好像进展顺利,已经几乎攻占了加沙城,但是以色列的如意算盘恐怕打得太早了,事实上内塔尼亚湖政府的噩梦正在悄悄到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是从最近发生的四件事,看到未来对以色列的凶险。 第一件事,沙特与伊朗开始军事合作,伊朗媒体11月30日报道称,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和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并相互邀请对方访问本国。 巴盖里表示,伊朗愿意与沙特扩大军事合作,赞扬两国间日益增加的联系,并赞赏沙特最近举办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特别峰会。 沙特和伊朗,两国历史上就有敌对,无论是宗教派别,还是阿拉伯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历史,使得两国历史上就有仇怨。 近几十年在美国的挑拨下,两国关系更是从未真正好过。 然而今年三月初,在中国斡旋下,伊朗沙特同意恢复了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双方在四月重开了使馆,伊朗总统莱西11月届出席阿伊峰会之机,首次访问了沙特。 现在时间刚到年底,两国就开始讨论军事合作了,这个速度可以说是真的太快了。 沙特和伊朗关系之所以恢复神速,一则是因为中国斡旋的好,中国告诉了双方兵士前嫌的好处。 而且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确是做到了在双方不偏不移,充分得到了双方的信任,这种信任又延续到了两国身上,二则是因为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让两国有了共同的敌人,两国都认识到军事合作对彼此长远的战略意义,很显然沙伊两国军事合作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冲以色列的攻击性。 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这种合作显然是以色列的长期噩梦。 第二件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并打击以色列本土。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12月3日发表声明,当天胡塞武装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对两艘以色列船只发动袭击。 这两艘船只在拒绝也门发出的警告信息后,胡塞武装分别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 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阻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航行,直到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 之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11月19日和24日,分别扣留和袭击了一艘以色列火轮和集装相传。 12月2日,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本土中部和南部的城市。 但是,现在对以色列来说,多少有点尴尬和无奈,打野门太远经济上很不划算,而且以色列正在加沙用兵,真的也是力不从心。 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但你以色列打打伊朗试试看,你也不敢。 美国打打伊朗试试看,他也不敢。 真的打了,伊朗八千万人的国家,有工业基础,那是可以打持久战的,会陷进去。 美国敢大打吗?所以伊朗就让野门胡塞武装出头,这让以色列长期难受,长期下来就会对应激产生巨大影响。 那持久战打下去以色列就麻烦大了。 第三件事,伊朗与阿富汗开始深度合作,最近还有件事很多人没有注意, 几个月前还爆发军事冲突的伊朗和阿富汗,开始搞经济合作了。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1月10日报道,伊朗和阿富汗签署五项扩大双边经济合作的协议, 包含运输、民航、采矿、自由贸易区等领域合作,以及与伊朗伊斯法罕钢铁公司的合作。 伊朗驻阿富汗特别代表Komi说,扩大双边经济合作将有助于阿富汗的稳定和安全, 并减少该国的问题。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工商业部长阿齐兹表示, 阿富汗政府寻求将与伊朗的年贸易额增加到100亿美元, 并补充说阿富汗不再需要欧洲,因为邻国伊朗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力。 这意味着伊朗开始大力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可是在巴以冲突爆发后,高调宣布自己可以出兵以色列, 而这份协议恰恰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宣布自己可以出兵以色列后达成的。 大家想想看, 这难道只是一份经济合作协议吗? 这恐怕是伊朗拿经济合作来支撑阿富汗, 然后推动阿富汗出兵的。 现在阿富汗已经有了25万人的正规军, 如果派2万人到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北部, 与以色列作战会怎样?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毕竟从阿富汗到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区, 中间就是隔着伊朗和伊拉克, 而这个地区只要伊朗运作, 那是畅通无阻, 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像也门胡塞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阿富汗塔利班、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 都可能进入加沙地区或加沙附近作战。 现在看起来哈马斯好像抵抗不是那么强烈了, 但当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结合伊朗和沙特的军事合作, 真的是想象空间巨大, 有钱、有工业、有人, 还怕打仗吗? 第四件事, 巴以持久冲突会让美伊陷入战争一潭, 如果巴以冲突未来变成了一个长期的持久战, 如果在加沙地区以及加沙附近, 聚集了数万乃是十数万的无政府背景的武装组织, 然后与以色列打持久战, 以色列撑得住吗? 美国撑得住吗? 对于这事, 伊斯兰国家估计都会支持, 俄罗斯也会支持, 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 现在丝毫没有感觉, 但他们正在不知不觉之中, 踏入一个巨大的人民战争包围圈, 美国和以色列有心理准备吗? 你就是告诉他, 他也不相信接下来会打一场人民战争, 然而现在的要素却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美国能避坑以色列陷阱吗? 对于以色列这次深度筹谋的巴以冲突, 美国很可能是真的不知情, 或者说并不知道以色列有那么大的野心, 哪怕到现在美国都不可能相信, 以色列是把美国当成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炮灰了, 然而以色列对美国来说, 绝对是一个史诗级的巨大陷阱, 中东巴以冲突这一把, 以色列是准备拿美国给自己缩哈一把, 就是以色列借助美国的军力, 轻举国之力占领整个巴勒斯坦, 然后彻底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 如果到那时依然还有力量, 就继续借美国力量入侵周边国家, 以色列缩哈这一把, 就是赌美国不敢与以色列决裂, 就是赌伊斯兰国家不可能团结一致, 全力对付以色列, 所以他要借这个力量彻底放飞一把, 以色列倒是放飞了, 但美国却要陷进去了, 以色列一定要缩哈, 美国怎么办, 难道美国不跟吗? 美国知道如果他不跟, 以色列这次必死无疑, 以色列死了, 美国全球霸权, 会很快崩溃的回飞烟孽, 为了维系霸权余温, 美国只能不惜得罪全世界来帮助以色列, 美国这么全力支撑, 不但人心向背, 实际上把自己的实力也暴露了, 首先美国不得不放弃乌克兰, 被放弃的乌克兰如何对抗俄罗斯, 普京一旦在乌克兰取得突破, 全世界都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根本打不了两场代理人战争, 如果连欧洲也认识到美国打不了两场战争, 那他还难有威信可言, 如果这个时候, 伊斯兰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 打一场持久的代理人战争, 这场代理人战争变成了中东各国都站在后边, 尤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胡塞武装, 塔利班和叙利亚、 伊拉克的民间武装去打, 这玩意就永远是打不完的, 当包括欧盟都意识到, 美国陷入中东战争而不可自拔, 那欧盟还能认识到美国能保护自己吗? 到那时如果中俄一起把乌克兰给他和解了, 美国到那时还如何自处? 美国面对以色列这个巨大陷阱, 现在不得不跳进去了, 谁也拦不住, 等着看笑话吧。